如果说铁达尼浩是西方历史上最沉痛的传难 那发生在这个1949年太平伦传难 就是两岸近代最迷恙的传难 将近千人不幸临难 这起悲剧究竟是意外还是另有内幕 1949年1月27号深夜11点45分 行经周深群岛白洁山海域的太平伦 撞上了渐渊轮 下沉的过程里头就听那个人滑圈倒在海里去 很快很快就沉下去 那种惨状啊 我看跟坦坦尼克好一样 真实一样 太惨了 我属于不愿意弹就是我觉得惨状 太厉害了 两船冲撞后进圆轮马上沉没 太平伦在船长判断船身无碍的情况下 反而奋力航行 寻求抢摊 他撞到人家的船 拉腰撞上去 声音很大 然后轰轰就起来了 哎呀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太可怕 太可怕 那个各种各样都有 就是大家这么交换情况下 我表哥把我们救生衣穿上了 穿救生衣的速度 离不过海水涌进船舱的无情 一瞬间海水冲破高温波炉 产生大气暴 太平轮从此不见天智 悲剧的背后 有不能错的秘密 法院正其中发现 建元轮三副交班时 还没等到人接班 就去上厕所 而两艘船的三副 可能同时都不在驾驶舱内 太平轮甚至没有开灯 一连串人为疏失 酿成上千人罹难的世纪悲剧 真相依旧等待浮出水面 真相究竟是什么 4月2号到4月4号晚间9点 请锁定由陈文茜 到读的金涛太平轮纪录片 精华内容抢签看 也请您锁定中天新闻 专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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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